哦 拉瑟了 嗨 我在看一些国内外的吃播的时候 发现他们总会吃一些颜色非常鲜艳 然后吃起来嘎吱嘎吱的那种东西 看起来好像挺好吃的 但是不知道实际的口味怎么样 今天我搞到了老塞样 我们挨个来尝一下 首先可以算是吃播界的流量密码 蜡瓶糖 真的是可以做成各种颜色 各种形状 主要是它还挺贵 对 这一个是40块钱的 但是它背面是这样的 这一人吗 还硬的是吧 外边是硬的 应该就是那种疯辣啥东西的 可以嚼 但是好像不能吞 好硬哦 里面有粥 刚才里面有粥就是说 水堆着香精那种感觉 这个质感是口味啊 味如搅辣 所以就是在搅辣 这东西就是要口感没口感 要味道没味道 要味道有声音 对 可能有的人比较喜欢 乐音觉得比较解压 就是一种纯纯的乐器 那只有声音 那不是乐器吗 接下来是土破糖 哇 这个真的挺好看的 好像一个独角兽 比我想象的嫩很多 外边是一层很薄的脆脆的糖壳 类似那种反沙才形成的那种糖壳 然后里面那种动体 我以为会是像橡皮糖那种 哽啾啾的 但是它不是 它是这种很痰很软的 就是水精灵那种口感 很甜 不好吃 这个就是要口感有声音 要味道有颜值 我只能说 经常吃这些的那些博主 他们真的很有敬业精神 就能把这两样东西吃的 津津有味 就是表情管理一流 今天给你准备一点野菊菜 好脆啊 好脆吗 那我也尝一个 野菊菜 我没见过这玩意儿 但他们怎么都生吃啊 我跟评论说这玩意儿生吃有毒物 我买来了 今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菊菜 洗干净了 这玩意儿长得好奇怪啊 上面都是圈圈圈 圈里边还有爪爪 我问了一下麦家 他说不能直接吃 处理一下吧 把老的根去掉 拉丝了 这个螺旋里边好像也要去掉 焯水15分钟 它掉色了 像红酒一样 过凉 撕长两瓣 然后要泡凉天 这也太麻烦了吧 我们用它炒点肉 来喽 咋回事儿啊 再来一个 为什么 不仅苦 还有一种那种 黏了估计的那种鱼缸的味儿 是我买的不对 还是做的不对 还是这玩意儿本来就这样 尝尝还挺好吃的 我好像想起来了 我以前好像吃过 那个决菜的咸菜 只有底下那部分 没有上面螺旋那部分 脆脆的香香的 这个为什么是苦的 还黏 但是它不苦呀 你是不味觉失灵了 今天我们品尝的这三种 全面阵亡 我们下次再见啦 All new